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迪 今天就去行海洋公園登山纜車救援境 這條路線應該是40年前已經可以走的 但是海洋公園一直列作是禁區 不准市民進入 但是已經蘋果日報踢爆 原來這條路是公家地來的 不是海洋公園擁有的 海洋公園方面即日拆除欄缸 市民可以走這條路線 行這條路可以乘坐港鐵 在海洋公園站下車 我是在A出口出的 經迴旋處進入海洋公園直行 經過警校道到達這個位置 之後發現如果走B出口走過來 會更加方便 在這個位置我們一直向上走 大概走5分鐘左右 就到達這個纜車底 我們可以在這裏拍一些照片 之後沿樓梯一直向上走 這裏有根指提醒市民走這條路的時候 注意安全 以及設物干擾纜車系統 一段漫長的樓梯旅程開始了 之後經過一條有絲帶的小路 這條路可能是通往南朗山的 我遲些有時間再試試走 今天是平日 只能開兩條纜車線 如果是假期開足四條畫面 就會更加漂亮 繼續走會到一個G字的梯級 大約走多5分鐘 就會到這個開陽一點的位置 右手邊有條黃色線 寫著注意請密靠近黃線 另外有一個牌寫著 未經授權不得進入限制區域 這裏可能是纜車電路系統 在這裏 可能公園擔心遊客會影響這個供電系統 所以有這些黃線和這些牌 這裏的景色都很開陽 可以看到深水灣豪宅和遊艇俱樂部那邊 這些機會就不是屬於我的 我還是繼續走山伯 沿路有電線的地台 大家小心踢腳 再走多5分鐘左右 就會到這個落山的位置 這裏可以看到海洋公園機動遊戲那邊 到下面有一個打卡位 大家可以用這個纜車做背景 拍一些照片 我再繼續走下山 就會到這個分岔路 其實左右兩邊都行不到 我先走右邊 會到一個黃色的欄杆 那裏寫著海洋公園範圍 未經授權不得進入 跟之前的牌有些不同 這裏指明是海洋公園範圍 剛剛那些牌就沒有指明 即是這條路的後面 才是海洋公園範圍 後面而似是做一些鐵欄的 我再回到後面之前的分岔路 再向左邊直行 前面有一班工人在做事 都好像在做一些鐵欄 可不可以走嗎 這裏不走的 OK 好 謝謝你 這裏是救環境的盡頭 我回到前面 走之前的路 去到剛剛那個高位那裏 就拍一些縮時片 之後再沿路走 今天是平日 都有不少遠山人士 相信假期會有更多 回到救環境的入口 行程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 再按一下鐘 我有新影片可以通知到大家 還有按讚 留言和分享 謝謝,下次見